那在法考中 在防卫起义中 考的最多的就是假想防卫 什么叫假想防卫 假想防卫其实是一种对象错误 我想打坏人 其实打了好人 这个叫做假想防卫 最典型的案件 就是上海市发生的 这个张大爷案 邻居家被盗 大叫一声抓小偷 两个联防队员冲了出去抓小偷 张大爷也冲了出去抓小偷 联防队员和张大爷在楼梯口遭遇了 联防队员认为张大爷是小偷 张大爷认为联防队员是小偷 双方大打出手 张大爷心想 现在的小偷气焰太嚣张 于是把两个联防队员打倒在地 因为张大爷很猛的 练过武功 所以这就属于典型的假想防卫 那假想防卫排除故意 有过失定过失 没有过失定意外事件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考点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考古典型的假设计 我们下转了